在新的按揭保险計劃中,800萬或以下物業可以再造九成按揭, 而1000萬物業亦可以再造八成。 如果想透過新計劃,再造八到九成按揭的買家, 未能通過按揭利率,假設上升三里的壓力測試,仍然可以獲批, 但就要繳交額外保費。 不過,金管局表明,無以放寬按保以外的監管要求, 也就是首次置業的買家,如果只是申請六成按揭,仍然要符合壓力測試。 有銀行家人士就透露,有夠首期的買家買入物業之後, 因為收入未能符合六成的壓測,計劃增加貸款額, 最造高乘數按揭,同時繳交額外大約一成的保費,已給開壓力測試。 形容新措施可能是迫著市民,增加借貸和槓桿。 另外,也有銀行按揭部人士透露,由於高乘數按揭,可以彈性處理壓力測試, 未知是否需要加入固定收入要求,所以多家銀行暫停審批600萬或以上物業, 以及未有固定收入的按揭個案。更有個別中小型銀行拒絕受理申請。 市場擔心,在新措施下,可能令到獲批高乘數按揭貸款的人士, 還款能力反而較弱。 針對這幾個情況,據了解,金管局已在星期四, 至涵銀行釐清相關盲點,包括要求銀行在審批案簿申請時, 需要評估相關客戶在未有案簿情況和壓力測試下的還款能力作參考。 更表明,會諮詢銀行界和案證公司, 考慮修訂每月收集私人住宅按揭數據範圍, 各大致包括按揭相關貸款。 同時又澄清,無論按揭申請人是否符合壓力測試, 固定收入要求只適用於八至九成的按揭計劃, 八成樓下都無需符合相關要求。 都望記者王永宇報導。